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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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束的一场亚冠联赛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哈维上演了一次精彩的助攻 帮助独哈萨的三比一逆转战胜得黑蓝独立 哈维中场手术刀未传 比分三比一 四个进球全是独哈萨的球员打进的 第十二分钟 巴尔沙姆打进乌龙球 第六十分钟 布尼贾赫助攻 埃贝夫班平比分 第六十五分钟 哈维神级助攻 布尼贾赫进球 第七十四分钟 布尼贾赫打进点球 这场比赛最精彩请求是第六十五分钟那球 多哈萨的后卫在后场投球把球顶向中场 位于中圈地带的哈维不停球 侧队来球方向 用右脚的外脚被林公把球弹向前场 布尼贾赫拿球晃到最后一名后卫 最后轻松破门 多哈萨的二干一反超比分 这个进球打进后 对 方七十号球员一脸目瞪口呆的表情 哈维背后长眼传球惊呆对手 身为西甲著名的百次助攻达人 以往哈维总能在西甲赛场带来精彩的表演 如今看到他在卡塔尔球队的精彩表现 依然让西甲球迷感受到喜悦 哈维的多哈萨的经常上眼神一般的表演 比如军年球长辈 哈维在第九十二分钟完成脚后跟跳球过人 随即手术刀直塞 助攻队友破门 军杀了对手 近日与哈维有关的新闻还有两条 一条是虽然哈维即将通过西班牙足写的高级教练班考试 但他并不打算再近期退役 极有可能与多哈萨的续约一年 这意味着球迷没有机会多看他踢一年球 另一条是哈维成功游衰加比 与今夏加盲了多哈萨的 前八大队长和前马进队长现在是呆荡 魏大勇 感谢观看